中俄关系应该讲这个短期内 应该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不是很理想 在相对于美国的其他盟国 中俄关系要差一些 长期不好说 因为长期他也知道 美国实际上帮不了他 虽然他们是亲戚 意识形态也一样 但是美国毕竟隔得太远了 而且美国现在内部状况不好 而中国是禁令 而且中国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 所以我觉得长期 他的国家利益会让他冷静下来 让中俄关系恢复到正规 短期内 只要中美关系一直恶化 那么中俄关系就好